女人莫名收到一个包裹 打开竟发现 里面有整整一亿的现金 箱子上面的卡片写道 欢迎参加炸气游戏 而包裹底部还有一个录像带 里面出现了一个戴面具的男人 自称是游戏的主办方 开始介绍起了游戏规则 当玩家打开录像带的那一刻 即代表同意参加比赛 并且一旦参加 就不可以退出 比赛规则很简单 玩家手里各有一亿的现金 在30天的时间里 玩家可以以任何手段 骗取对方的现金 当游戏时间结束 双方都需要归还一亿元给主办方 现金多的一方 可获得超出一亿后的所有现金 也就是说 只要把对方的一亿全骗过来 就可以获得一亿元的高额奖金 反则就要背负一个亿的巨额债务 永远生活在黑暗中 这诡异的游戏 让小萌有点不知所措 但很快 他又收到了主办方送来的卡片 本次游戏的竞争对手 竟然是他中学时 最喜欢的滕泽老师 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吧 他抱着一亿现金来到老师家 老师很快就猜出了他的来意 并告诉他 其实这只是诈骗组织的一个计谋 假设两个参赛者 都是互不相识的陌生人 你们根本就不了解对方的情况 突然有一天 当你不注意的时候 一亿元悄悄地被偷走了五千万 你理所当然会怀疑是对方干的 但实际上 拿走钱的是主办方 最终两人都会以游戏失败 被迫背负一个亿的巨额债务 小萌一听 这可怎么办呀 老师马上有了主意 说钱一定要放到安全的地方才行 小萌也表示 这一亿现金自己随身携带 但这也是没办法 老师又提议 可以把钱放到银行的金库里 这样一来 三十天内那些人就没办法动到钱了 小萌觉得确实是个好主意 便信任地将钱交给了老师 等小萌回到家 又收到了一张主办方送来的卡片 上面显示 腾泽老师增加一亿元 小萌减少一亿元 您现在处于落后中 小萌突然意识到不对劲 马上打电话给老师 老师告诉他 钱已经存到银行金库了 你就放心吧 小萌一听这话 瞬间像吃了磕定心丸 竟然怀疑自己的老师 自己都觉得自己太傻 第二天想去当面给老师道个歉 但恰巧听见老师在电话中 承认欺骗他的实情 小萌这才意识到 自己居然被深信的老师给骗了 即将面临一个亿的高额债务 让他瞬间崩溃 经过一夜的煎熬 他决定一定要把钱要回来 怎么样呢 当然是找警察叔叔 但警叔告诉他 这种事情并没有确凿的证据 根本无法立案 看着小萌这萌萌的样子 警叔给他指了条名道 被骗这种事呢 找诈欺师是最好的办法 明天就有一个 即将要出狱的天才诈欺师 小萌进行了一系列的翻查后 找到诈欺师的照片 第二天便根据资料来到监狱附近 不小心被人撞倒在地 而那个人正是天才诈欺师小天 小天虽然表面高冷 但是在小萌的诚心啃警下 还是答应了帮他 小萌带着小天再次找到老师 老师却说已经将钱存到了银行 在小萌揭破老师的骗局后 老师再也不装了 他承认自己确实参加了游戏 并告诫小萌 不要太清醒别人了 这就是人性 现在老师把钱存到了银行 也就是说 小萌最终会拿不到钱输掉游戏 即将背负一亿债务的小萌 再次陷入了崩溃 但小天却看出了破绽 游戏结束的时间是周末 银行是不可能开门的 所以老师就必须赶在 游戏结束前两天把钱取出来 小天承诺 不仅要帮他把一亿要回来 还要把老师的一亿也骗过来 但作为交换条件 事成后小天要分一半的奖金 接下来只需要做两样事 首先 明确地向对方宣战 再来就是要时刻监视对方 为了再加点猛料 小天当面告诉老师 他一定会夺走老师手里的两亿元 并表示自己还有没量的底牌 为了长期作战 他们在老师对面租了一间房子 继续日夜轮班监视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 在游戏时间仅剩下不到一周的时候 依然没有任何进展 小萌温柔的性格也变得焦躁起来 你这是骗我来陪你养鱼的吧 老师除了一直关在家里不出门 并没有任何发现 这样下去 钱根本不可能拿回来吗 小天告诉他 诈骗的惯用手法之一就是 让对方处于异常心理状态 再去行骗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最常见的电信诈骗 要点就是 让对方失去冷静的判断 一听到话筒另一端传来 像是亲人悲痛的声音 心情就立刻陷入恐慌 乖乖任由对方把钱骗走 换句话说 他们现在在做的事 就是在把对方逼入异常心理状态 站在对方的角度想的话 被小萌宣告绝对会获胜 又被小天告知 绝对有方法夺回两亿元 但是又不知道 所谓的方法是什么 接着又被人24小时监视着 对方就会一直想着 他们会如何夺回两亿元 24小时无时无刻不被监视 光这一点 对方承受的压力 就已经无比沉重 而对方一直不出门 也就证明 钱并没有存到银行 而是放在他的家里 假设换作侍女 手上的两亿放在银行金库 同时又被对手24小时紧迫监视着 一般情况下 当然是逃得越远越好 但他却一直待在家里 原因只有一个 那就是钱并没有存进银行 而是放在家里 那么问题来了 钱会藏在家里的哪个地方呢 小天说很简单 就是让对方自己 把放钱的位置告诉我们 老师也不装了 直言 两亿确实就在这个房间里 即使告诉你们也没关系 因为你们根本拿不走 钱就在里面 这保险箱型号虽然老了 但是又重又坚固 光拿铁翘翘可翘不开 直接搬也是搬不走的 所以告诉你们知道钱在哪 也没有什么办法 此时小天却笑了 自信地告诉老师 他能轻易从那个保险箱里 抢走两亿 人类在陷入了失调状态的时候 就会不安 然后就会试图与周围同步 以消除那份不安 老师本觉得情况于他有利 但和小天的从容产生了偏离感 所以老师与小天的从容同步了 总之就是说 老师现在 深信小天还藏着绝招 并因此感到害怕 会一直想着 小天到底会以什么样的方式 把两亿夺走呢 到底是要靠暴力 还是把整个保险柜搬走 老师临时苦练棍法 用铁链将保险柜紧紧锁住 而小萌也一直监视着 但距离游戏结束越来越近 仅剩最后十分钟的时候 小萌也终于按捺不住了 激动地问小天还有没有办法 这时小天突然起身 小萌本以为小天有啥好办法 没想到小天只是到鱼缸喂鱼 即将面临一亿高额债务的小萌 撕心裂肺地敲打老师家门 祈求老师把钱还给他 救救他 但老师依旧无情地将他推倒在地 然后把门关紧 看着游戏结束倒计五秒 小萌也无助地继续在门外哭喊 终于到了下午五点 主办方的人 提着两个大箱子过来回收现金了 老师将放钱的保险柜打开 两亿现金都在里面 请您慢慢清点 老师此时心里的大石头也终于放下 想着马上就要获得一亿奖金 激动得不行 由于现金太多 一个人清点了一个小时还没清点完 此时门铃突然响起 又来了三个回收现金的工作人员 老师一看 来得正好 毕竟一个人数也太辛苦了 工作人员一脸一问 这个游戏的回收负责人 只有我们三个呀 此时老师才反应过来 急忙跑回房间 原来刚才来的回收现金的那个人 是小天找来的 两亿现金已经到了小天的手上 他将钱交给小萌 赢得了这次游戏的比赛 老师这下不服了 游戏时间都结束一个小时了 责怪回收现金的人来晚了 但负责人告诉他 他们就是准时来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小天早就发现 主办方联系个玩家的方式 不用电话 不用传真 只寄来卡片和视频 在老师被不断施加压力后 他越来越无法离开保险箱前 小天提前拿走了寄给老师的真卡片 然后再将假的卡片放进去 这样一来 老师就会以为 自己拿到的是真卡片 游戏结束时间是下午5点 但真正的游戏结束时间却是6点 小天和小萌扛着一亿奖金离开了 但走到半路时 小萌突然想到自己老师 要面临一亿的巨额债务 不忍心地将自己的5000万 送回去给老师 而小天看到小萌的善举 也要将自己的5000万送给老师 小萌劝他大可不必要这样做 小天却说 约定的是我拿你得到奖金的一半 你现在一分都没的 我当然也不能拿奖金啊 小萌热情地邀请小天回家做客 但再次收到了主办方送来的 卡片和录像带 面具人在里面说道 恭喜您通过游戏的第一轮 接下来 小萌女士将拥有两个选择 第一就是继续参加第二轮游戏 第二就是选择弃权 条件是返还第一轮奖金的一半 也就是5000万 他必须要在第二轮游戏开始前做出决定 否则他们就会以任何手段 让小萌返还所有奖金 也就是一个亿 看着小萌再次陷入苦恼 小天让他不要管了 并给他留了一个号码 如果有什么事 可以联系他 但明天第二轮游戏就要开始了 小萌本想拨通小天电话 但是对方并没有接听 就当他要起身离开时 却看到了之前帮过他的警叔 警叔告诉他 逃避也不是好办法 还不如直接去面对 主办方他们是吃软怕硬 只要杀到对方面前 他们就不敢嚣张了 警叔还说要亲自送他过去 有了警叔的保驾护航 小萌安全感十足 而小天到小萌家里没找到他 再次回答电话时 已经联系不到小萌 小萌来到了第二轮游戏的会场 面对游戏负责人 他让对方别再联系他了 今天是带着警叔一起来的 但回头一看 警叔喽喽的微笑 便扬长而去了 小萌就这样被工作人员 强行带入了第二轮的游戏会场 而里面已经聚集了 其他20个同样参加游戏的玩家 这是一场十分挑战人性的游戏 每个玩家胸前的名牌上 镶线有价值一亿日元的钻石 游戏名称叫少数诀 规则很简单 首先 从22名玩家中选出一名 随便出一个 可以用yes或者no来回答的 二选一问题 然后由所有玩家针对这道题 进行投票选择yes或no 时间限制为6个小时 6小时后开票 投票少数的一方获胜 如果两边投票人数相同 视为本局游戏无效 重新出题 失败者要留下自己 相见有价值一亿元的钻石名牌 即刻退场 如此不断进行游戏 直至仅剩一人或者两人 因为两人无法进行少数诀 所以剩下两位玩家 游戏集结束 本会场共有22亿日元 主办方会回收获胜者本人的名牌 每张价值一亿日元 除此之外的差额 将作为获胜者的赏金 也就是说 如果获胜者为一名 则赏金为22亿减去一亿 即21亿 如果获胜者有两名 则每人的赏金为 22亿减去两亿再除以二 即10亿 如果获胜者弃权 不参加第三轮游戏 我们将回收其所获赏金的一半 此外 本轮游戏的失败者 每人将产生一亿日元的负债 主办方会不惜任何催债手段 一定会将债款收回 这时有玩家开始质疑 怀疑22个玩家中 有主办方安插的内鬼 这样一来 他们最后都会淘汰出局 欠下一亿的高额债务 可能大家和他们想法都一样 但是大家注意了 这场少数决游戏 不是票数多的获胜 而是投票少数的一方获胜 所以说这场游戏 是完全没法作弊的 为了让玩家们更清楚游戏玩法 接下来会进行一次演练 先是由工作人员 从箱子里抽出一名玩家 没错了 就是这个戴眼镜的小胖妹 然后由她来出一道用yes和no 回答的问题 题目是 你是女人吗 主办方会事先发给各位 附有玩家编号的 yes和no的卡片各一张 在限定的时间内进行投票 超时则立即失去游戏资格 演练游戏时间为10分钟 目前22个玩家里 女的有9个 男的有13个 按理说呢 女的属于少数派 玩家们纷纷投出了自己的答案 但开票结果 却让玩家们大吃一惊 投yes的竟然有15票 投no的只有7票 回答那都为少数派 这就证明有人在撒谎 是的 少数诀就是这样的游戏 关键在于要投少数人会投的答案 问题只不过是一个形式 答案是否正确也毫无意义 最重要的是 要怎么骗过别人 让别人成为多数派 少数诀比的是如何与人周旋 所以从初题到投票 主办方才安排了6个小时 如果周旋的足够巧妙 也有可能第一局投票结果就是 21票对1票 一局就胜出 主办方还给出了一个建议 要在这场游戏里胜出 绝对不是靠运气 而是时间 如何活用这看似无意义的时间 才是少数诀游戏的关键 正是游戏将在明天开始 今晚大家都将在游戏会场留宿 回到房间的小萌 想破脑瓜 都想不到任何能胜出游戏的办法 关键时刻 还是想到了天才炸七十小天 他走出房间寻找小天 发现其他所有玩家 都一样的烦恼 该坐在大厅里 在一处角落发现了小天 他问小天怎么样才能赢 小天将他喊到身边 告诉小萌 自己正在进行人类观察 想要获胜 就要做到知己知彼 其他玩家是为什么而来的 在想什么 要尽可能多的收集信息 于是让小萌过去帮忙了解情况 这位大哥的一个回头杀 瞬间把小萌吓到了 于是便转移了其他的目标 经过一番了解后 发现大家本来就挺缺钱的 然后鬼使神差的就参加了炸七游戏 在第一轮游戏中都获得了不少赏金 但却因为用光了所有赏金 没办法弃权 不得已才参加第二轮比赛的 这时小天马上想到了一个必胜的方法 虽然不能得到十亿 或者连一亿都得不到 但是能得到四千多万 最重要的是 绝对可以离开这场炸七游戏 那小天的办法到底是什么呢 来看看这个天才炸七师 是如何破解少数绝游戏的 首先 作战方案需要八个人来组成队伍 假设这个金马棋子代表我们队伍 然后这八个人按照约定好的方式 一半一半进行投票 也就是yes和no就会各有四条 22个玩家有八个是我方队友 此时不是队友的玩家有14人 如果以最小票差绝出胜负 也就是一方有六票 而另一方则是八票 那样的话 就是十票对十二票 选择yes的十个人是少数派 会留下来 其中我们的队伍成员有四人 然后这四个人再下一局 仍然按照约定投票 也就是我们队伍一边有两人 然后队伍以外的有六人 再以最小票差绝出胜负 这样就是四票对六票 少数派的这四个人会留下来 进行下一局 然后下一局也是分别投给yes和no 此时剩下最后四个人 除非出现一票对三票 否则无法决出胜负 只有本队以外的两个人 选了同一答案 游戏才会结束 只要确保队伍内有人投yes 也有人投闹 不管投哪边 必定有队友会留到最后 刚才只是以最小票差进行推演 如果票差更大 游戏结束的会更快 小萌担心地问 那队伍里失败的七个人 还是会欠下一亿的巨额债务 小天解释道 留到最后的那个人 会得到二十亿亿 放弃参加第三轮游戏 则需要交回一半赏金 也就是十亿五千万 另外七个人队伍成员 作为失败者 共有七亿的欠款 还掉他们的欠款需要七亿 然后还剩下三亿五千万 八个人平分的话 每人可以分到四千三百七十五万日元 这样一来 大家都不用欠钱 就能离开诈欺游戏了 不得不说 这真是一个必胜的方法呀 此时小天继续说道 理论上是必胜的 但也不是万无一失 而小天之所以能参加诈欺游戏 就是他来游戏会场 想阻止小萌参加游戏时 在门口遇见了一名叫美智子的女人 美智子本想弃权 把第一轮的钱全都还回去 但把钱交给主办方的人之后 才发现那个人其实是参赛者 最终因为一亿元被骗走 美智子没法弃权 于是小天就代替了美智子进来了 而骗走美智子一亿元的参赛者 很可能就在他们其中 假设那个人为神秘人 神秘人与其他玩家不同 因为他已经拥有一亿的质票 所以根本就不担心会输 他有可能会不择手段地主动出击 以赢得更多的钱 也就是说绝对不允许背叛 所以绝对不能让神秘人混进队伍里 根据美智子提供的线索 神秘人是蒙着脸的 但是从声音和感觉推断 应该是一名女性 但仅凭这些线索 根本猜不出谁是神秘人 经过小萌对所有女性玩家一番思考后 感觉最有可疑的 是15号那个戴墨镜的女人 既然不能确定是谁 那就只选择男性加入队伍就好 小萌马上跑到大厅 将六名男性玩家带了过来 经过一番讨论 大家都很认可小天的计划 为了防止最后留下的那个人 带着21亿跑路 要参加这个作战计划的人 必须要签署一份合约 这样一来 大家就没有什么后患之忧了 第二天 少数觉得第一局正式开始 首先 由工作人员抽出一个出题人 题目是 比起大山 更喜欢大海 玩家需要在六个小时内 回答一错误 而作战小队的成员 已经提前明确了自己的投票 在此期间 为了确认墨镜女到底是不是神秘人 小萌主动上去问墨镜女 在第一轮赢了多少钱 墨镜女告诉他 只是想要更多钱而已 蘑菇头也表示去探探信息 看起来两人聊得还挺嗨 随着结束时间接近尾声 玩家们纷纷开始投票 第一局的开票结果为 投一次有10票 投多的有12票 一次一方为少数派胜出 多数派的一方 则交还名牌 然后退场 另外签下一亿元的巨额债务 而让他们惊讶的是 墨镜女也是少数派 留下来继续进行下一局的游戏 小萌此时更加认为 墨镜女就是神秘人 但小天却觉得这已经不重要了 他感觉这个会场都很奇怪 刚才那局 是以10票对12票决出了胜负 如果下一局 是以4票对6票决出胜负的话 那么失态 很可能正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 留下10名少数派玩家 将继续第二场游戏 问题是 你是胖子吗 接下来玩家需要在6个小时内投票 按约定好的作战计划 小萌这局应该投yes 但是小天回想了一下 上局投票结果后 突然改变了主意 让小萌这次负责投弄 此时会场里的人表现得都十分奇怪 那么恐怖的诈气游戏 玩家们却个个如此淡定 蘑菇头听说小萌 突然跟小天交换投票后 似乎变得很在意 离游戏时间快结束的时候 大家也开始纷纷投票 最终这次的投票结果是 投yes有4票 投诺的有6票 yes是少数派 所以投yes的玩家闯关成功 4比6 正如小天所预测的坏结果一样 而投诺的人 将返还名牌卡后立刻退场 小萌也在这场淘汰出局 此时仅剩下4个人 除了小天外 有作战队友3号的蘑菇头 11号的鲍文男 还有15号的墨镜女 难道她真的就是神秘人吗 到了第二天 心神不安的小萌来到了会场 并打电话给小天 恰巧遇到他们队伍外 输掉的两名参赛者 从他们表情来看 感觉不到背负 一亿巨额债务的焦虑 此时小天似乎猜到了什么 而他们三人也被工作人员 带到一个房间 并让他们别妨碍游戏的进行 小萌惊奇地发现 工作人员抽到3号的蘑菇头出题 题目是 在场的4个人中 会胜出的是自己吗 如果认为自己会赢的头yes 认为自己会输的头no 会有蘑菇头和小天说 这次我头yes 你头都可以吗 小天同意地点了点头 按照小天之前的作战计划 他们的队伍是必胜的 等大家都全部投完票 时间一到 工作人员便开始读票 11号投的是no 15号投的也是no 这样的走势 和他们的作战计划一样顺利 小萌激动地直接跑进了会场 工作人员本想阻拦 让他们观战 小萌那兴奋的表情 让其他两个人一脸懵逼 蘑菇头连忙解释 因为小萌和我组队了 指定组队的作战计划 并没有违反规则 小萌连忙起伸点点头 即将迎接队伍的胜利 蘑菇头这时突然脸色大变 你们搞错了吧 赢的不是我们 赢的是我 原来 蘑菇头的名字并不叫家园 真正的名字叫浮涌 随后又拿出张一元的支票 而那个神秘人也正是蘑菇头 美智子的一亿支票 就是被他骗走的 但你们一定和小萌一样会有疑问 神秘人不是女的吗 其实蘑菇头很擅长发出女声 接下来仔细听 因为合约上他签署的并不是真名 那份合约对蘑菇头没有约束力 所以他并没有 和小萌他们瓜分21亿的义务 蘑菇头从一开始 就打算独占21亿赏金 所以他早设计好了一个妙计 小天的作战方案是八人一组 分工去投Yes 和弄这两个选项 这是第一局的结果 然后多数的就退场了 第二局有两人一组去分工投票 然后又有六名玩家退场 而到了第三局情况 是小天和蘑菇头分别投Yes 和弄 剩下两个不是队伍的人 只要投到同一边 小天的作战队伍最终都会获胜 在这个作战计划的基础上 蘑菇头则想出了个天衣无缝的方法 能让他一个人100%获得胜利 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组成三组八人的队伍 按理说22个人是不可能实现的 但是蘑菇头同时加入三个队伍中 这样就可以实现了三组八人队伍 然后三个队的成员 都采取同一种作战方式 就是分两拨人分工去投Yes 和弄 但实际上蘑菇头只有一个人 也就是说 他投的那边一定会是人少的一方 下一局的三织八人队也有他 每队分两拨人分工投票 他在三织队伍的身份 实际上也只是一个人 所以他投的那边还是人少的一方 然后到第三局的时候 他一个人充当三个队伍 选择Yes 随便 实际上他还是一个人 最终他一个人一定会赢得这场比赛 那他是在什么时候 开始组成三织八人队的呢 原来在加入小天的队伍后 当晚他又转悠到其他人的房间 组成了第二支队伍 然后在昨天游戏进行期间 他抓住机会主动找人搭话 组成了第三支队伍 此时鲍文南实在忍受不了蘑菇头的嚣张 一拳朝他飞去 结果蘑菇头轻松躲过 在被二次攻击时 他一个回手掏 再轻轻一个飞腿 瞬间将鲍文南撂倒 工作人员马上提醒他停止暴力行为 蘑菇头连忙解释 刚才那个算正当防卫好吧 接下来工作人员继续读票 三号蘑菇头投的是yes 最后一票是22号的小天 此时大家都陷入了紧张 难道蘑菇头真的一个人赢吗 而小天投的也是yes 最终投票结果是yes和诺的票数相同 所以这局宣布无效 此时蘑菇头愤怒地问小天到底怎么回事 不是说好让你投吗 为什么要投yes 小天此时笑了笑说 你以为你的计划万无一失了 实际上破绽百出啊 原来小天早就知道蘑菇头操纵着这场游戏 其实小天一开始就知道 自己的作战计划并不是必胜法 有个致命的漏洞 所以他一直专心地观察这个漏洞 就是除他们之外 会不会也有人组了队 到底是怎么察觉到的呢 首先 前一天还很紧张的玩家们 在游戏开始时 突然就一副放下心来的表情 就像缺信自己已经处于安全地带一样 要知道 游戏失败就会背负一亿元的高额债务 正常来讲 当场要是有人暴哭哀吼 惹是生非都是不奇怪的 但是 每个人都毫无怨言的 乖乖走出了比赛会场 所以从这一点 小天就确信除了他们之外 还有其他队伍存在 而蘑菇头是神秘人的身份 小天也一开始就发现了 从名牌的名字家园来看 有可能是代替女性朋友来参加游戏 所以才把脸遮住了 为了参加第二轮的比赛 乔装打扮成女人 但是在蘑菇头知道可以代理参战后 精明狡猾的蘑菇头就想到一个方法 就是隐藏自己的真面目 去骗美智子的钱 让别人误以为犯人是女的 然后再变回男装来参加游戏 因为家园这个中性名字 也不会让大家觉得奇怪 并且在组队的时候 谈及怀疑15号是神秘人时 蘑菇头却随口说出 神秘人手里有一亿的支票 而小天他只说神秘人手里有一亿 并没有说那是支票 而蘑菇头是怎么知道一亿是支票 而不是现今呢 小天这天才般的洞察及分析能力 蘑菇头都被气得脸都快要爆炸 连小萌都情不自禁夸赞小天 太厉害了 游戏又回到了原点 接下来游戏继续重启 抽到由小天出题 题目是 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是钱吗 刚出完题目的小天马上做出决定 他直接名牌 投的是诺的卡片 这样的玩法把众人看待了 不仅如此 小天还自信满满地说 赢的人是我 接下来其他三个人会如何投票呢 茂文男在纸上不停地设计方案 焦头烂额地他观察了一下其他玩家 墨镜女依然冷漠 蘑菇头独自沉思 最气人的还是小天 竟然在悠悠自得地泡咖啡 还问你要不要来一口 你说气不气人 怎么都想不通三下五除二 就把票投了的人 反而这么游人有余 就在鲍文男脑瓜要裂开的时候 突然想到了办法 他主动找到诡计多端的蘑菇头 说他们两个人组队就不会输 小天不是已经投了吗 所以说 首先明确的是 他们绝对不能三个人都投yes 然后 如果大家听天由命随便投票 可能最后会让15号一个人获得胜利 但是 只要他们两个人组队 一个投yes 一个投no 就算15号投了yes 也只会打平 不会输 然后 如果15号投了no 他们的队就赢了 用这个方法 他们不但有机会能赢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们就肯定不会输 此时蘑菇头却起义心了 既然方法那么好 你为什么不找别人 非要找我这个叛徒呢 鲍文男马上拿出合约 因为除了蘑菇头用的是假名字 其他人都已经跟自己的队友 签了类似的合同 也就是说 就算游戏赢了 也必须得把钱分给自己的队友 合约上是这样规定的 他们组成一个八人的组 最后获胜的人 把赏金分给所有人 如果他和15号那个女的组队 然后他们赢得赏金20亿元 为了不参加第三轮 所以要归还一半的钱 还剩10亿5000万 然后 他和15号得把钱分给自己的队友 除去蘑菇头这个叛徒 每个队还有6人 两个队加起来 还要分给12人 合约上写的是 一个人要分14375万 所以加起来一共就是17亿2500万 剩下10亿5000万根本不够 所以最佳选择 就是跟没有和任何人签约的蘑菇头组队 这时蘑菇头说 你这个计划虽然不会输 但也不会赢 你看 墨镜女刚才一直都盯着我们呢 你的声音太大了 这下所有人都知道了 而且 他们两个人组队一人投一边这种计划 连小学生也能想到 在这样的情况下 墨镜女肯定会投yes 然后就平局 又要重投再来 在现在这种情况下 根本就不存在能够确保胜利的方法 这时墨镜女走了过来 他说有百分之百的获胜办法 到底是什么方法呢 很简单 只要他们三个人组队就行 但是赏金根本不够分呀 墨镜女却说 他会继续参加第三轮的游戏 赏金就有21亿 但是作为交换 眼镜女要拿大头 蘑菇头当然同意了 毕竟计划是眼镜女想出来的 首先 他跟鲍文男要把用来还的1亿元 和赏金4375万元 分给他们各自队伍的成员 当然 这钱并没有蘑菇头的份 毕竟他在合约里用的是假名 鲍文男的队伍里一共有7个人 一共是11625万 墨镜女的队伍除了他还有6个人 一共是816250万 然后 他要拿2亿3000万 剩下的 就是蘑菇头的份了 也就是125万元 蘑菇头一听 这连一个蛮多钱都不够 打死也不同意了 三人再次陷入了僵局 在仅剩下最后三分钟的时候 蘑菇头提议 这局先弄成平局 下局再重新商量赏金的事 墨镜女也同意了 这局先按平局来 他让蘑菇头和鲍文男投yes 自己则会投脑 形成平局的结果 三人的卡片由墨镜女带投 此时的小天却笑了 说他们不知道自己彻底中了圈套 这话一出 众人都傻眼了 这是个什么情况 刚刚明明看见小天把yes撕掉了呀 难道小天会变魔术吗 由不得他们多想 终于到了开票时间 3号头的是yes 11号头的是yes 接下来是小天的票了 并没有意外 投的是no 鲍文男和蘑菇头瞬间松了一口气 还没等他们回过神来 工作人员宣布了15号头的也是yes 投票结果是 投yes的三票 投诺的一票 少数派是no 小天获得了最终胜利 不是说好的平局吗 原来小天和墨镜女才是一伙的 墨镜女说要继续参加第三轮比赛 也是骗他们的 小天早就猜到 以蘑菇头的这种性格 要是赏金拿少了肯定是不干的 所以这局肯定会选择先按平局 而鲍文男喜欢疑神疑鬼 所以墨镜女就提议把票给他 他代替他们去投票 而墨镜女自己临时也换了yes的票 在昨晚比赛后 小天就找到了墨镜女 让他提供其他队伍情报 作为交换 小天把名牌交给了墨镜女保管 因为赏金要拿名牌交换 也就是说 就算小天赢了 没有名牌也拿不了赏金 所以这就换来了墨镜女足够的信任 并把组队情报卖给他 小天也通过墨镜女提供的情报 才明白了场上一共有三支队伍 墨镜女告诉小天他的队伍和成员 以此就知道在场有两支队伍 没有加入小天队伍 也没有加入墨镜女的队伍 然后在蘑菇头亲口承认 自己背叛了大家之后 墨镜女便同意了小天提议的作战计划 所以蘑菇头还是输给了小天 此时主办方突然告知 让蘑菇头从美智子那里骗过来的一亿元 还给小天 简直是雪上加霜呀 因为游戏之外所骗取的金钱是无效的 这违背了诈欺游戏的宗旨 小天代替美智子参加了本场游戏 所以那一亿必须还给小天 蘑菇头瞬间崩溃不已 二十亿赏金摆在小天面前 如果选择不参加第三轮游戏 就归还一半 即十亿五千万元 最终小天拿走了所有的赏金 选择继续参加第三轮诈欺游戏 而他的目的 就是想弄清楚主办诈欺游戏的 到底是什么人 第二轮游戏胜出后 小萌再次被惊讶书片去参加了复活赛 裁员游戏 参加游戏的共九个人 游戏规则很简单 首先 每个玩家每次可以在投票券上 写五个名字 名字可以重复 但是不能填自己或者不填 也就是说 只能填场上其他玩家的名字 第二 每小时进行一次投票 一共有十次 得票最少的玩家会被裁员 获得票数最高的人 可获得一亿的奖金 并且享有弃权第三轮游戏的权利 只需要退还奖金的一半即可 因为他们都是第二轮游戏中的失败者 已经背负了一亿的债务 就算胜出游戏 他们依然还会欠下五千万 其实主办方早就想好了 将被裁员的人的那一员 平分给其他八个人 也就是一个人一千二百五十万 那还是不够呀 所以主办方还给他们准备了别的赚钱法 就是每人有一员的让支票 M支票的用法很简单 假设比赛中 玩家太郎感到渴了 虽然很想喝水 但是自己却没有带水 这个时候 玩家花子提案 以五百元卖出自己的水 若太郎同意这个提案 M支票就派上用场了 太郎以让支票作为交易条件 交给花子 该支票经过会场事务局人员盖上和可印后 此笔买卖集正式成立 之后花子把水交给太郎 经过这次交易 两人的财产就相对消长 不过 对于违背契约不把商品交给对方的玩家 将惩处罚金一元 所以说 这个人卷的赚钱方法 在裁员游戏来说是点金之处 所以游戏开始前 主办方就已经告知 大家可以带私人物品了 大家马上翻开自己的包包 看看有什么有价值的物品 小萌却连瓶水都没带 此时有人质疑 这些东西根本卖不了多少钱 如果给大家的一亿支票 收回来后 短缺的金额就会成为负债 裁员游戏正式开始 小萌紧张地跑到大厅 却发现其他玩家有说有笑 一点也不紧张 还热情地邀小萌吃东西 原来他们已经决定让谁淘汰了 就是蘑菇头 因为他在第二轮游戏中 背叛了所有的人 才导致他们背负一亿的债务 这时蘑菇头舔着甜筒走过来 虽然知道大家会将他裁掉 但他却一点也不慌 经过一顿教唆之后 大家轮流说出各自想赢的原因 在问及小萌为何会参加复活赛时 大家才想起来 在第二轮游戏中 小萌是和小天一组的 他们组胜出了游戏 他不仅得到一亿的奖金 还有四千万的分红 这样一来 小萌就是他们之中唯一没有负债的人 他还想解释什么 可大家清一色地眼神杀 才让他瞬间明白过来 这是蘑菇头的计谋 一切都是为了让自己成为裁员名单 他再次找到其他玩家 没有人愿意搭理他 就当他孤立无缘时 蘑菇头又找到了他 说自己的目的 并不是想让他被裁员 恰恰相反 是为了保证自己和小萌的胜利 问小萌要不要和他联手 他有必胜法 这个游戏要选出留下的人 并且不能把票投给自己 也就是说 非得投给别人不可 所以 只要他们两人相互投就行 每张投票券可以填入五个名字 所以他们各自填上对方的名字 然后投入票柜 一共投票十次 那么他们各自就可以得到五十票 其他七个人想要追过他们 全员至少都要拿五十一票 但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每个人最多只能投五十票 也就是说 如果平均分配 每个人都只能分到五十票 但是这种可能很低 那些人不可能想到他们会交换投票 就是为了这个方案 所以他才提议发言 让大家说出自己想赢的原因 通过发言时间 产生了他们这两个绝对的反面人物 其他人肯定会认为 输的人是他们其中一个 也会感觉放心 所以没必要规划什么策略 他们就可以有机可乘 假设平均分配 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五票对吧 但实际上一定会产生落差 接着在第一次投票里 没拿到五票的人 就注定是输家了 因为他不管在后面 跟谁进行交换投票 最终都只能拿到四十九票 所以这个游戏第一次投票 就注定了输赢 最终在蘑菇头的恳请下 小萌同意了他的方案 两人同盟成立 很快大家进行了第一次的投票 小萌按照约定 投票券上写了五个蘑菇头的名字 等投票结束后 主办方开始公布结果 第一名蘑菇头十票 这是什么的情况 难道还有第二个人投给蘑菇头吗 接着第二名五票 后面连续几个人都是五票 最后才排到小萌 竟然是零票 他问蘑菇头到底怎么回事 很显然 蘑菇头摆明了坑塔 他们确实约定好了 但是他怎么可能遵守约定 这可是诈欺游戏啊 小萌被骗得彻彻底底 他独自坐在地上哭泣 但他很快振作起来 再次尝试与其他玩家商量 可是大家依然没有理会他 很快又到了第二次投票 不出意外 小萌的票数依然是零票 大家似乎已经达成了共识 要将小萌淘汰掉 第三次投票 小萌还是零票 就在小萌不知所措时 一瓶水递了过来 施暴文男 他觉得很对不住小萌 这也许是唯一能做的事了 并将蘑菇头的计谋告诉了小萌 原来 蘑菇头和小萌约定好合作后 又跟其他所有玩家说了这个策略 并且告诉大家 小萌不仅没有负债 还有一多现金 可以用钱买回50票 这样一来 在座的玩家就一定会有人输 但是呢 他是来帮助大家的 只要每个人给他500万 总共3500万 他就会背叛小萌 然后把原本要投给小萌的票 就平均投给他们 他们赢得游戏 每个人会获得1250万 所以就算付他500万 也总比被裁员要背负1亿的债务划算多了吧 因为大家手里并没有500万 这个时候就用到单支票了 本以为只是买水用的支票 原来还可以买逼胜的战略 大家当然都会买 并且蘑菇头与报文南 用单券达成了交易 就是以一日元的价格 购买彼此10次投票的所有票 一日元一进一出抵消了 这样一来 他们就不能中途毁约了 因为一旦毁约 就要发一个亿 而其他人也以这样的方式 全部签订了单券的合约 所以说 现在小萌已经是无力回天了 第四次投票 零票 第五次投票 零票 游戏已经过了一半 小萌开始绝望了 此时蘑菇头又找到了他 这是一次闲鱼翻身的游戏 游戏规则很简单 就是用两张扑克牌 一张是两面都一样的背牌 另一张是正常的鬼牌 将两张牌放入一个袋子里 进行洗牌 然后在看不到的情况下 从袋子里抽出一张 因为两张牌的背面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 翻开会是背牌或者鬼牌的概率 各占50% 如果翻开的是鬼牌 则代表小萌获胜 如果是背牌 则代表蘑菇头获胜 如果一抽出来就看到花色的话 无法分胜负 这种情况就不算数 重新抽 重复这个步骤 谁先胜十次 谁就是赢家 由蘑菇头负责洗牌 小萌负责抽牌 这样就谁也不能出老千了 游戏正式开始 第一次 鬼牌 小萌获胜 第二次 背牌 蘑菇头获胜 这看似一场绝对公平的游戏 但是真的公平吗 第三次摸到的牌是正面 所以这次不算 重抽一次 几轮下来 小萌很快就落了下方 蘑菇头也率先赢得了九分 小萌小心翼翼地翻开牌 竟然又是背牌 最终蘑菇头胜出游戏 按照之前的约定 如果小萌赢了 蘑菇头将现有的三十票 全部让给他 如果小萌输的话 就给蘑菇头三千万了支票 因为在第二轮游戏中 小萌已经获得了四千万的分红 所以对于小萌来说 还是可以接受的 在复活赛的前五次投票中 小萌一直以林票落后 本以为这是一次翻身的机会 没想到 不仅要面临被裁员的局面 现在又输掉了三千万 真是雪上加霜呀 小萌彻底崩溃 要是小天在就好了 说曹操曹操道 小天知道小萌参加复活赛后 马上赶往了会场 小萌将自己的情况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小天 小萌还以为是自己运气差 才输掉了三千万 小天却笑了 所谓的50%概率 只不过是蘑菇头设计的老千罢了 这是一个反面必胜的游戏 如果翻过来鬼牌是小萌赢 背牌是蘑菇头赢 这个形式的话 概率或许是50% 但实际上 只要抽到背牌时 小萌就已经输了 为了方便理解 假设两面都是反面的牌 分别也和反面必代表 鬼牌的背面当作是反面C 接着 小萌抽牌的结果有四种情况 一开始出现反面C的话 翻过来会是鬼牌 所以小萌赢 但是 一开始出现鬼牌正面的话 就要重抽 另一方面 无论是反面出现 或者反面必出现 你就会发现 蘑菇头两面都是反面 不用重抽 不管哪面朝上 翻过来一定都是反面出现 也就是说 凡是抽到背牌的话 小萌就必输无疑 蘑菇头的胜率 就是小萌的两倍 先胜十场者赢的话 小萌想要赢的几率是很低的 小萌这才醒悟过来 原来自己又被骗了 但是比沮丧更重要的 那就是反击 小萌找到蘑菇头 要和他再玩一局 蘑菇头当然不愿意 再做冒险的事 但是小萌开出了丰厚的条件 就是用五千万来赌他的试票 这不就是主动送人头吗 好吧 蘑菇头没有理由拒绝 按照之前的游戏规则 他们开始第二局的游戏 可是刚开局 摸到的就是背牌 好送第一滴血 接着几回合下来 蘑菇头依然是领先 他很快就又赢得了九分 还嘲笑小萌 待会你又要哭了 但他根本想不到 待会哭的人 应该是他 后面的几回合 小萌每次翻开的牌 竟然都是鬼牌 很快就打成了九比九的平手 蘑菇头也开始紧张起来 随着最后一张牌的翻起 也是鬼牌 最终小萌赢得了这次游戏 原来 小天叫了小萌一个 以牙还牙的方法 就是在扑克上做记号 这种记号 表面是很难看出来的 但是用手摸的话 就能感觉得到 即使两张牌都放在口袋 也能轻易分辨出是哪一张牌 这样就能自由地拿出 自己想要出的那张牌了 但是如果连赢十次 蘑菇头肯定会察觉到问题 所以这次动了手脚 有两个重点 第一做记号的那张牌 一定是两面都是背面的背牌 第二要到中途为止 一直都正常进行 让蘑菇头先赢 蘑菇头的手法 是利用两面都是背面的牌 来使自己的赢率 成为小萌的两倍 所以小萌赢五次 蘑菇头就会赢九次 这样的话 蘑菇头就不会想到自己被骗了 当六比九的时候 他也不会感觉有什么问题 但到九比九的时候 蘑菇头肯定会紧张地 看那张鬼牌 有没有做了什么猫腻 但是不管他怎么看 也是看不出任何问题的 这就是为什么要将记号 做到背牌上的原因 蘑菇头不甘心 说小萌肯定动了手脚 如果小萌赢 是动了手脚的话 难道他赢的时候 就没动手脚吗 他瞬间哑口无言 拿起M卷就要毁掉 事务局的人正式出现了 撕吧 有本事你就撕吧 不履行M卷的合约 可是要背负一元债务的 蘑菇头也只能暴跳如雷地离开了 第六次投票 小萌依然还是零票 但是根据合约 蘑菇头的35票 被移动10票给小萌 大家和谐的局面瞬间被打破 蘑菇头也遭到了大家的质疑 小萌虽然只拿到了10票 但无疑也为他开拓了道路 接下来 他要开始逆袭了 直到第八次投票 小萌还只是拿到10票 表面看似已经无能为力的样子 但实际上 已经在暗地偷偷行动了 他单独找到小野先生 说从事务局的人那里得知 全国各地都在举行败者复活赛 其他会场的游戏已经结束了 好像是有人弃权参加第三轮比赛 也就是说举行第三轮比赛的选手人数还缺一个 然后会在败者中再选出一个人 现在败者中获得票数最高的是19票 如果有20票的话 就刚刚好可以参加第三轮游戏 但小萌只有10票 所以他用7000万来买小野的10票 就这样交易成立了 他们在咱们卷上签订了保密协议 并且约定 在第九次投票结果后 在第十次投票前的一小时之内 进行支付到了第九次投票 结果跟大家想象的一样 小萌依然是10票垫底 但是根据合约 票数开始移动 变成80票 排到了第一位 小野先生瞬间蒙圈了 不是只买了他10票吗 怎么会多出70票 原来小萌与同样的方式 找到了除蘑菇头以外的7个人 像他们每人都买了10票 其他地方举行复活赛也都是骗他们的 因为这就是一场诈气游戏 小萌的票数遥遥领先 现在他成为了这个游戏的支配者 仅剩下最后一轮投票了 这一个小时内 又会发生什么变动呢 此时才有人反应过来 小萌跟7个人都约好了要给7000万 也就是一共4亿9000万 他根本没有那么多钱支付 违反合约可是要罚1亿的呀 但小萌早就在合约上写明 只要在第10次投票之前支付就可以了 小天信心满满 那么他们在一小时内 怎样才能赚到支付的钱呢 目前蘑菇头跟大爷和穆天 以40票并列最后一名 所以想赢的人 肯定就会买票 果然大爷和穆天找到小天买票 他们的心理价位是1000万 但是小天的要价是7000万 并且只给他们两票 因为有了这两票 他们两才能脱离最后一名 没有办法 他们只能买 最终他良与小萌的7000万债务结清 接下来小天又找到蘑菇头 说了大爷和穆天跟他买票的事 也就是说 现在最后一名是蘑菇头 如果想要买票的话 可以8000万卖他两票 没有办法 即使心不甘情不悦 但是还是必须得买 这样一来 就有五个人同时以41票并列最后 很快 又有三个人主动找到小天买票 但是呢 现在涨价了 两票需要一个亿 虽然大家觉得贵得离谱 但是想一想 除去抵掉小萌欠的7000万 其实只要付3000万 从刚开始小萌一票700万的价格 到现在一票卖到5000万的高价 不得不说 小天这生意头脑也太逆天了 剩下的两人 也同样找到小天买了票 这样一来 蘑菇头他们三个人又成了最后一名 到目前为止 小天不仅将小萌欠下的钱全部抵消了 还赚了不少钱 但是现在还早得很 因为他们的票还剩很多 不出所料 大爷和穆天又来找小天买票了 他们之前又500万 从蘑菇头那里买来了陷害小萌的策略 小天给他们打了个折 以9500万卖给他们两票 也就是他们所有的钱了 这一幕 被土田偷偷发现了 第二轮买票的那五个人 花了500万跟蘑菇头买了策略 又花了3000万跟小天买了两票 只剩下6500万了 根本不够钱 所以土田私下找到阿婆 以6500万两票的价格卖给他 比起小天的价格 当然是便宜了很多 接下来 只要再够卖两票给两个人的话 他的总资产就会有两亿6000万 不过用这些钱还掉第二轮的一亿负债 和复活赛发的一亿人质票 就算输了 自己还是可以拿到6000万 但是结果却让他意想不到 大家竟然都不买他的票 原来 小天将他卖票给阿婆的事情告诉了大家 现在他已经成了最后一名 所以大家就没必要再花钱买票了 乍看之下 土田的策略是完美的 但是早被小天给看穿了 土田只能拿着自己所有的钱 求小天卖票给他 多少都行 小天说 卖给你也可以 但是必须对卖给他的数量保密 这一招就更绝了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土田实际有多少张票 自然无法事先知道自己能否获胜 这样的话 就会有人再来买票 小天的目的就是想把所有人手中的钱 都给拿过来 然后让小萌放弃参加第三轮游戏 因为只有第一名才能弃权 所有玩家的钱加上特别奖金 一共有10亿 退还配发的一亿元支票和弃权的5000万 小萌手里还剩8亿5000万 拿到这些钱 就稳稳做复活好了 而其他人 都将会背负巨额的债务 这些能心平静气地欺负别人的人 小天一定要他们接受惩罚 但小萌很善良 他不想看到任何人受到伤害 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完美的方案 他要亲自操控这个游戏 毕竟这个是他的游戏 小天也只能乖乖让位了 最终像小天所计划的一样 所有玩家的9亿元都到了他的手上 那到底他要淘汰谁呢 猜到的朋友可以打在评论区哦 第十次的投票开始 所有玩家都表现得十分紧张 包括一项嚣张跋扈的蘑菇头 也低声下气地求小萌 不管他们说什么 小萌都不会改变自己的决定 最终公布结果 小萌以51票获得了第一名 而最后一名竟然是鲍文男 这个时候你一定会想 为什么是鲍文男 是不是他对小萌使坏了 恰恰相反 因为在整轮游戏中 鲍文男是唯一一个关心过小萌的人 他之所以让鲍文男淘汰掉 是因为他想到了 让所有人都不输的办法 败者复活赛事在9个人中 裁员掉一个人的游戏 被裁员掉的那个人的一员 被分给赢的人 而第一名的人得到特别奖金1亿元 就是剩下的8个人 一共能得到2亿 而2亿元可以就数某个人 所以他选择就鲍文男 这样鲍文男就可以完全 从诈气游戏里脱身了 而剩下的8亿元 他会还给大家 这样大家就可以还清 这次从事务局拿到的1亿支票 因此小萌也会失去弃权的权利 他要和大家一起参加 第三轮的诈气游戏 还没等他们走到门口 第三轮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 一行人被事务局带到了 另一个会场 这次来了一个新玩家横谷 接下来 他们又将会面临怎样的诈气游戏呢 喜欢烧脑神剧的朋友 记得点赞关注 现在游戏来到了第四轮 走私游戏 游戏人数十人 随机分为两组 火之国和水之国 每组五个人 每个人的初始资产分为 一对国存款4亿 中立账户存款1亿 游戏规则很简单 首先 火之国所有人的存款在水之国 水之国所有人的存款在火之国 玩家需要将自己的存款 走私到中立账户 第二 双方轮流担任走私者和审查员 第三 走私者每次可以选择 零至一元存款 作为走私金额 第四 审查员可以随便提问 判断对方是否走私 但是不能触碰情理相 审查分为几种情况 第一种 审查者宣布通过 则走私者走私成功 走私的所有金额 从敌对国转移到中立账户 第二种 审查者宣布怀疑 并说出怀疑金额 如果走私金额为零 则审查失败 补充给走私者 补充金和走私金 共同进入走私者的中立账户 第三种 审查者宣布怀疑 并说出怀疑金额 如果走私金额不为零 且怀疑金额大于等于走私金额 则走私失败 走私金进入审查者的中立账户 如果怀疑金额小于走私金额 则走私成功 审查官需要从自己的中立账户中 拿出怀疑金额的一半 补充给走私者 补充金和走私金 共同进入走私者的中立账户 走私审查轮换30次 游戏结束后 敌对国在本国家账户上的剩余资金 会均分给本国成员 中立账户中总金额多的一方获胜 胜者 奖励游戏中敌对国在本国的余资 加中立账户资金 扣出5亿成本后剩余的部分 败者 归还成本5亿元 简单点理解了 就是走私的人要想办法骗过审查员 让对方认为箱子是空的 或者让对方低估走私金额 最后谁成功走私的钱最多 谁就是赢家 接着 十个人很草率的就被分成了两组 果然很草率 蘑菇头 小萌 小天被分到了水之国 那谁会第一个走私呢 小萌率先表示自己有必胜法 只要箱子不装钱 这样就不会有损失 如果对方怀疑他走私 还可以得到怀疑金额一半的慰问金 第一回合 有小萌负责走私 他假装提着满满一大箱钱 等他刚坐下 审查员就直接给通过了 很显然 这不仅仅是演技烂的原因 蘑菇头认为 虽然说是团队游戏 但如果走私失败被审查员没收的钱 最后是需要自己去偿还的 所以大家一定会很谨慎 他猜测 前几个回合 对方的箱子绝对是空的 由他负责当第一个审查员 看样子 对方好像是提着满满一箱的钱 但是不是假装的呢 蘑菇头想都不想 直接给对方通过 箱子打开 竟然有整整一亿的现金 敌方走私成功 所以说 他们下一次必须要走私成功才行 第二回合 由小美负责走私 审查员同样直接给通过 组员都在屏幕后高兴坏了 小美箱子里却一分钱没装 虽然开始有装钱的打算 但最后还是因为害怕没有装 对方把人性的弱点拿捏得死死的 接着由小蘑菇做审核员 他猜测对面箱子没钱 结果又给敌方成功走私一 第三回合 由蘑菇头负责走私 审查员也同样直接给通过 他们胆子太小了 如果一直这样下去 肯定必输无疑 接着由小天负责做审查员 敌方刚进去 小天就说对面钱掉了 对方急忙想打开箱子查看 原来只是小天炸他的计谋 他怀疑对方走私一 果然猜对了 成功没收对方的一 有了这一次教训 对面很快喊出了怀疑 但结果却扑了个哭 瞬间把对面吓跑了一个 接着轮到小蘑菇做审查员 而对面出场的 是新加入游戏的横谷 他的气势瞬间把小蘑菇吓住了 最终小蘑菇同意通过 但对面箱子又是整整一亿元 蘑菇头提议 走私多少钱 由大家一起商量 他提议走私五千零一万 从前面几回合的经验 审查官喊出的只有三种形式 分别是怀疑一元 怀疑五千万 或者通过走私五千零一万元的情况下 如果喊出怀疑一元 钱会被对方拿走 但是如果喊出五千万的话 他们就可以走私成功了 如果喊通过的话 会理所当然的走私成功 也就是说 有三分之二的概率会走私成功 等小蘑菇开心地提着箱子走进去时 对面审查员竟然又是横谷 更过分的是 他就像有透视眼一样 准确无误地说出了箱子里的金额 五千零一万元 蘑菇头才不信这个邪 下次由他来走私 对面审查员还是横谷 蘑菇头刚坐下 他就看清了箱子里面的钱 比刚才多了那么一丢丢 他怀疑是五千零二万 等箱子打开 果然里面放着五千零二万 他到底是何方神圣 难道真的有透视眼吗 就当大家都沮丧时 小蘑菇又有了主意 经过十回合的博弈 目前 火之国共计金额为二十七亿七千五百万 水之国共计金额是二十二亿两千五百万 小天这组暂时落后五亿五千万 接下来公布个人成绩 火之国由于土田的离开 他的账户余额将停分给其他四个玩家 水之国目前金额最高的是小蘑菇 为了不想最后背负债务 蘑菇头和小美两人只能臣服于他了 小天则选择不屑一顾 第十一回合 小蘑菇再次顺利阻止了敌方走私 轮到第十二回合时 小蘑菇却突然肚子疼 所以让小莉担任审查员 没有小蘑菇在 自然是给敌方成功走私 但小天似乎已经看穿了小蘑菇的必胜法 等小蘑菇从厕所回来 他让小美这次走私九千九百九十九万元 肯定能顺利通过 小天也同意蘑菇头的说法 他不认为横武有什么透视眼的能力 顶多是超乎常人的观察力 然后拿出一张纸条 说上面写着诈骗技巧 照着这个做 一定能骗到横武 等小美提着箱子进去 横武就是看了那么一眼 竟然又马上猜出了里面的金额 是九千九百九十九万元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箱子里装的却是一亿元 小美走私成功 小天给小美的技巧 就是多走私一万元 这也证实了小天的推测 小蘑菇和横武联手了 横武从第四回合 成功从小蘑菇手上走私成功之后 连续阻止了多次走私 五千一万 密鱼卒 横武得到的钱是三亿九千零四万 相对的 小蘑菇从第八回合起 连续四回合阻止走私 也就是说 小蘑菇得到的钱是三亿九千万 他们两个人获得的金额基本一样 就说明了两人之间 一定有能阻止走私的巧妙手法 小蘑菇在第十二回合时假装肚子疼 因为小蘑菇头和横鼓赚到了同样多的钱 所以主动权在横鼓那里 横鼓有偷视眼的说法就不攻自破了 小天话还没说完 小蘑菇已经忍不住自漏马脚 团队也发生了内讧 而这也正是横鼓的计谋 不仅利用小蘑菇赚了大量的钱 还把他们的团队给搅乱 原来 当年小天母亲被某组织诈骗后跳楼 小天因此击垮了某组织 因为横鼓的组织被击垮 他也受到了组织惩罚 因此他们利用善良的小萌做诱饵 把小天引来参加了这场诈欺游戏 所以从一开始 小天就跳进了他们设计好的圈套里 小萌还处于蒙圈之中 该蒙地给对方通过了 又这样成功给横鼓走私了一亿元 想起死去的母亲 小天怒火中烧 隔着玻璃都想把横鼓撕碎 下一回合开始 小天进去后就不出来了 他要与横鼓决意死战 可是横鼓已经赚够了钱 一直没有出场 他就像一个人在战斗一样 既做走私者 又做检察官 但是由于怒火的缘故 他的判断全都没有中 自己的存款被扣完了 就让其他组员交出卡 一张不够 就拿走所有组员的 小萌只能记伤心 又无能为力 横鼓在屏幕外 则像看猴子表演似的 开怀大笑 好像情况越来越糟糕 到目前为止 横鼓这组的所有存款 都已经走私完了 两组的总金额差额是 二十亿五千万 可以说是胜负已定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等主办方公布前二十回合的战况 两个队伍的金额差额 只有六亿五千万 这是个什么情况呢 原来 小天刚才一直都只是在演戏 在这段时间里 他已经和火之国的 其他三个人联手 火之国组员走私的时候 用的是他们组的提款卡 从火之国里提钱出来 然后故意让他们走私成功 之后小天走私的时候也是 在火之国的银行里 使用水之国的卡提出的钱 让那三个人喊怀疑 也就是说 他们并没有走私 小天的目的就是击垮横鼓 因此让那三个人赚了一大笔 让他们还了债务 汇出游戏 同时约好了他们要帮小天 横鼓笑了 他们赚到钱后 怎么可能再听你的话 更不需要遵守什么约定 其实这根本不用担心 因为他们的卡都在小天的手里 没有卡是拿不到钱的 也就是说 他们只能跟小天合作到最后 目前横鼓获得的金额是 4亿904万元 所以还是会背负负债 接下来 他必须要走私成功 或者阻止敌方走私 那么 小天这次有没有走私呢 两大乍气势巅峰对决 猜猜箱子里有没有装钱 小天说箱子是空的 但横鼓才不会相信 他怀疑里面有1亿元 箱子打开 里面真的什么都没有 横鼓怀疑错误 所以需要付给小天5000万赔偿金 游戏按照小天所策划的一样进行战 横鼓还差一点就够5亿了 所以他再次怀疑小天走私 结果却又扑了个空 两次的怀疑 让他欠下了1亿多的债务 小天的目的就是 不屑一切代价地击垮横鼓 让其他玩家成功脱离游戏 但小萌却有不同的意见 他想让这个游戏以平局结束 因为平局的话 大家都不用背负债务 所有人都有可能进入第四轮的游戏 但他不希望小天对横鼓复仇 他故意输掉游戏 平静的局面 瞬间被小萌给整乱了 如果不能平手 他就会让他们对输掉游戏 这个傻姑娘还直接叫嚣横鼓出来对战 连事务局的人都觉得 他脑子是不是坏掉了 他让横鼓给小天道歉 因为他相信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 真正从心底就是充满黑暗的人 复仇也不会令两个人的痛苦消失 所以他想拯救小天和横鼓 横鼓听到这话 瞬间身位俱下 感动得不行 不仅很诚恳地向小天道歉 还将自己的卡交给了小萌 小萌说会将金额调成平局的 此时横鼓提出这个调整交给他来办 说自己也想赎罪 起初小萌还是有些犹豫的 但是想想自己拿着他的卡 所以便相信了横鼓 将自己的卡也给了对方 横鼓哭着哭着却大笑起来 原来他的隐蔽及表演 都只是为了拿到小萌的卡而已 实际上他给到小萌的卡是空的 因为他已经将卡里的钱 全部转移到了另一张卡上 他骗土田中途逃走 然后负债由他来还 同时也将卡交给他 之后让事务局的人将自己卡里的钱 全部转到了土田的卡上 手续就像银行转账一样简单 小萌现在钱被骗光 自然就会背负巨额债务 如果想救小萌的话 就拿火之国其他三个人的卡来交换 两边金额一对比 肯定是三张卡的钱更多 小天到底是保住小萌 还是保住火之国的那三个人呢 小天当然会选择救小萌 于是拿着三张卡换回了小萌的卡 拿到三张卡的横鼓欣喜若狂 这是个什么情况 原来真正的三张卡还在小天手里 而横鼓手上的三张卡 是已经被小天损坏的报废卡 就像银行补卡一样 三张卡片不能用了 就全部重新申请了新卡 这就叫以欺人之道还制欺人之身吧 但是横鼓手上还有四亿九千多万 如果他们队赢了的话 吴一元很容易就拿到手了 但就在这时 情况再次出现了变化 他持有土田的卡现在已经不能使用了 因为土田已经重返游戏 所以事务局为土田重新发了新卡 这样一来 横鼓代理人的身份就被解除了 他们两个人的卡也恢复之前的金额 横鼓现在没有了卡 不仅没办法在走私前 也没办法拿到奖金 可以说是输得一派徒弟了 但游戏并没有这样结束 小天拿到小萌的卡后 让他放弃平局的念头 可火之国的四个人却将合约撕毁 支持小萌平局 水之国的两个人也支持平局 大家按照小萌的提案行动了起来 接下来进行第二十九回合了 蘑菇头借口确认下横鼓的卡能不能用 还没等小萌同意 就一把抢了过来 小天追都追不上 而对面的出现的竟然是横鼓 原来 蘑菇头和横鼓很早以前就联手了 在和小蘑菇联手路线之后 其他人正忙着把游戏打成平局的时候 大家的钱也已经达到平衡的状态 又能轻而易举地赢得游戏 他们约定 横鼓等赢了游戏之后 会分钱给蘑菇头 蘑菇头说小萌是不接受教训的人 被骗了那么多次 还同样被骗 难道不是傻瓜吗 小天生气地一脚踹飞桌子 怪自己太大意了 现在他们被彻底输了 横鼓拿到卡后 准备走私一员 横鼓这时候说了一句话 这个世界上没有能令所有人幸福的方法 让蘑菇头回想到自己曾经也讲过这句话 小萌在复活赛的时候说过 令所有人都幸福的办法 只要大家不相互欺骗 不相互伤害 谁都不这样做就行了 还把自己全部赚到的钱 又评分给他们 面对比自己还丑陋的横鼓 就像看到了自己丑陋的自己 横鼓正等着蘑菇头喊通过 结果蘑菇头却喊了怀疑一员 成功阻止了横鼓走私 他选择站在小萌这一边 光明始终能战胜黑暗 游戏来到了最后一回合 现在只有横鼓欠下一员 其他人都已经打成了平局 小萌让小天来完成最后一次的走私 要不要原谅横鼓 就由小天自己决定了 此时横鼓彻底后悔了 他诚心地跟小天道歉 小天告诉横鼓 箱子有一员 我不相信你说的话 但是要不要相信我的话 你自己决定吧 最后横鼓选择怀疑一员 打开箱子 真的放了一员 第三轮游戏最终以平局结束 诈欺游戏第一季也就结束了 这部剧不仅被称为烧脑神剧 里面的反转反转再反转 也让人看得很是过瘾 同时将人性的欲望 更是演绎的淋漓尽致 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世界没有欺骗 大家真的会幸福吗